当兵的人将向您介绍那条通往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铁路线上的修路军人 好了 观众朋友 下面就首先请您收看今天的国防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汽车兵们所经历的艰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在这条西部交通运输大动脉上 冰川 雪崩 泥石流 地震 洪水 大塌方 中年不断 这里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段1995年9月间发生的 在这个大塌方显断的真实故事 1995年9月29号 国庆节前夕 还是我们这次跟随的汽车兵某团 在经过大塌方显断的时候 被水冲击浸泡的路面无法承受载重的车队严重下陷 无法行车 几个小时之后 道路铺设好 第一辆车开始从上面驶过 刚刚铺设好的路面 顷刻间又被压塌 10月1日 国庆节 官兵们仍然滞留在大塌方地段 而此时已经是第三天了 中午 雨越下越大 道路在继续塌陷 泥石流一阵接一阵像是 少年赶死队的故事 在电视剧必须面向市场的今天 儿童电视题材因为观众面窄 无疑担有较大的投资风险 选择此类题材 单凭勇气和自信是远远不够的 红阳主旋律是题材优势的真正基石 但基石不等于高楼大厦 黑油油红姑娘在基石之上的高屋建林 得益于剧作家将儿童切入战争的红货背景 巧妙解决了儿童片的好看问题 使军事与儿童两种题材 在弊短的同时实现了扬长式的结合 满足了市场的胃口 我很希望能看到这种 对于儿童题材和军人题材 兼得这样一个题材呢 能得一个比较完善的 很好的反应 对我们军人 对我们儿童做起一个非常好的教育 这样一个电视题材 我觉得现在的儿童片 齐缺可以讲讲 特别是这个军事题材的儿童片 特别少 那么它就是一个市场上的 比较需要的一种东西 面对日渐拥挤的电视频道 观众选看电视节目也将非常挑剔 对于军事和儿童类影视创作来说 生动的故事情节 强烈的实在感 是今天题材闯过市场的一张王牌 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 则有赖于人物群雕的鲜活个性 就从这个名字来讲 黑幽幽 红姑娘 还有这些孩子的名字 什么大裤裆啊 老肥子 还有什么鸭带什么 一个个叫得非常有特点 而且他把当时的东北 就是那个环境啊 写得特别好 所有的人物都是用现代军云的眼光 站在这个角度上去写的 不管正面人物 反面人物 成人呢 还是孩子 特别赠批儿童 现在军人呢 我觉得年轻的军人一定喜欢 有着几十年军旅生活积累的作家王清国 将十年间创作的一门炮 我的老旧黑幽有三个单本剧 加工合成了十一集的连续剧 十年磨一剑 其可贵的精品意识 正是当今影视界的深情呼唤 要想使一部爱国主义教育体材的片子 能够呢 让现在的军人 儿童和广大观众接受的话呢 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艺术上的精品 拿精品的尺子来衡量 电视剧市场的表面热闹 与观众的精品需求存在着时代差距 客观地说 距离就是一个钳子 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 就是一句话 就是有人说了 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现在社会上行动这种 一个歌星唱一首歌 马上就可以发财 一个歌星唱一首歌 他也可以出名 有的演员根本不是演这样的角色 不知道这演员和导演 出于什么样的一种考虑 然后担任这个角色 那么现在就是这样子 你要找我干片子吗 拿来吧 多少多少钱 当然我不能说 咱们都不要考虑钱了 或者不要这个经济计划了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你躲不过的 但是有没有办法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仍然对自己 对我们的本职工作 对各方面都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呢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了 这个时候你很可能拍出来东西 才有可能出精品 现在呢就是很浮躁 作者也好 导演也好 各方面的创作人员也好 我一讲了人家就会说 电视跟电影不一样 你们不要这样要求我们什么等等 分镜头也不要 什么都不要 那你心里总要有数吧 哪一家一凑合 哪一家叫他台 风化道 导射美 方方面面说每一个 说哪怕那个群众演员 你都得都得都得特别到位 你才能出一个精品 哪那么容易的出一个精品呢 他给演了 我找回来 你就整不回来 我就死后你看看 艺术精品是无价的 无论作者导演还是演员 在观众心目中的价位 是由他自己作品的品位来决定的 好的作品出自好的人品 要想赢得市场和观众 首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经济大潮高速发展的冲击下 把人心好多美好的东西给冲击掉了 你比如说敬业 我就觉得是这样的 人不能只看着钱 目前我觉得我们的传媒就应该呼吁 没有敬业精神 我们到国外去 到日本到美国 那真是一丝不苟 那真是敬业 我们到那都这样说话 职业道德精神 当前来说 做很多的艺术家 特别演员呢 我觉得就这一方面做得实 不能够人员满意的 我觉得一个做人 一个演戏的认真性 以这个精神 有这种精神 你才能出清平 要想做一个合格的演员 首先你们要学会做一个人 做一个好人 经济效益不是短期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了很多片子 好的儿童片 到现在我们仍然非常的喜欢它 那么它这个除了社会性 它的效益呢 我觉得也就是前而易见的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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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